如果有人问我今年夏天最火的打招呼方式是什么 那当然是一起爬山吗 而这个梗的出处正是迷雾剧场上映的第二部悬疑剧隐秘的角落 该剧改编自《紫金晨》的推理小说《坏小孩》 讲述了朱朝阳 炎梁 普普三个孩子无意间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案 而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蝴蝶效应 从张东升爬山时谋杀了岳父岳母到朱朝阳 同父异母的妹妹意外坠楼 再到炎梁扑扑为了筹齐手术费选择威胁张东升 甚至于最后朱朝阳一家三口被团灭 剧情发展超快 而每一个事件又都缓缓相扣 只叫人看得肾上腺素狂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在剧情最后小炎梁曾提及过 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警察 我为理想 说 我将来 想当警察 此处需要画一个重点 因为在坏小孩原著中 三个孩子其实分别是朱朝阳 朴朴和丁浩 而炎梁本来就是一名警察 后离开刑警队去当了老师 但是在拍摄剧版的时候 由于剧情设计需要 警察的角色被删掉 丁浩的名字就改成了炎梁 嗯 对 而对于炎梁这个角色 看过紫心臣小说的宝宝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因为他曾作为主角人物在许多本书中出现 甚至可以说紫金城小说的世界观 其实就是围绕炎梁而存在的小宇宙 没错 坏小孩里的教师炎梁 吴正之罪里心思缜密的炎王 长夜难兵里特立都行的专案组副组长 他们都是一个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不同时期的炎梁都经历了哪些故事吧 吴正之罪 改编自紫金城同名小说 故事的开头便是一场离奇的寻人杀日案件 专案组从寻人身上发现了一只烟 一枚手印以及一张嚣张的调剃 请来抓我 而像这样棘手的案件 已经发生过两起 三起案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死者都有案底 为了成功破案 专案组请来了有着炎王称号的炎梁帮忙 去现场 瞅瞅 而炎梁果然没有让众人失望 到现场排查一番后 分分钟还原了案发检查 天惨 然而 这起案子没查完呢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调查过后 众人发现 这两场案件竟然都与小姨妈有关 炎梁凭借着敏锐的知觉 开始对小姨妈及其男友展开了疯狂试探 并将目标锁定在了自己曾经的同事身上 可身为退休法警的洛文 为什么会帮助小姨妈掩盖杀人真相 而如此理智的她 又为什么会故意留下许多线索 仿佛在指引别人来抓她 她真的是雪人吗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一切都在等着炎梁继续发现 下一部剧我们来看看《沉默的真相》 它改编自紫金城的原著小说《长夜难明》 该剧讲述了一场跨越了十年时光的杀人抛尸案件 侯桂平是一名支教老师 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与黑暗势力作对 被冤枉致死 侯桂平的女朋友李静发现室友蹊跷 便求助老同学江阳 而江阳是江华大学正法系研究生毕业 曾任平康县检察院检察官 在李静的求助和女友外可的鼓励下 江阳等人开始查案 这一查就是十年 还为此付出了许多惨痛的代价 十年后江阳的身体抱恙 便跟李静张超等人一起策划了一场地铁抛尸案 而接手这个地铁抛尸案的严良是专案组副组长 他办案风格建筑 偏锋不按常理出牌 对细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嫌疑人杀人抛尸 却因意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场抓获 嫌疑人对整个犯罪经过供人不讳 可就在检察机关对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之时 案情却陡然生辩 当他们开始收到所谓的九宫阁照片信的时候 一点一点地牵扯出十年前的罕见真相 想知道更多精彩剧集的宝宝们 赶快和爆料哥一起追剧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